好 下面在第二段就讲一讲这个碟子究竟怎么一回事 他说 Admittedly it was an unusual pie dish for it was 18 feet long and 6 feet wide 这个句子简单 Admittedly 咱们词中说了 一般放的巨手表示确实的确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夏儿品碟子 因为它有18英尺长 6英尺宽 跟一个大船一样 好 下面说了 It has been purchased by a local authority so that an enormous pie could be baked for an annual fare 他说了 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当地政府买的这么一个大的碟子 那么是什么呢 目的是以便于咱们能够为一年一度的这个庙会 能够烤出一个特大的一个巨型的大馅饼 咱们来看看这句话的语法证文分析 这个前面白颜色的是巨的主干结构 这个馅饼碟子是被一个地方的政府 给买下来的 这purchase就是buy的比较正式的书面的形式 这个可以把它换成be bought 就buy的这个被动可以 so that在这呢 是一个这个目的状欲从具 以便于表示目的 以便于呢一个巨大的馅饼 能够这个被烘烤出来 为什么呢 为一年一度的我们这个庙会 一个大型集会 来做这事 这个so that为什么是目的而不是结果 咱们一会会说 那么首先我们就看看这个句子的重点 就是本书中本课中一个重点了 就是so that该怎么来翻译 我们知道这个so that这个词啊 当连词时 而且这个that都可以去掉 没有这大的典型 它做连词时一般来说呢 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是引导结果状欲从具 翻译成因词或所以 这个大废大就可能更熟悉 这个时候呢 从具未动词 一般来说没有形态动词 就没有形态动词 通过这个可以判断 但另外一个用法呢 引导目的状欲从具 翻译成 以便于表示为了什么什么 这个词呢 相当于in order that 表示目的 这个词怎么判断呢 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方法 一般来说 在从具未动词中 一般多出现形态动词 尤其这几个标志性的 can could may might should would 出现这些词了 那一般来说 它是目的状欲从具 翻译成以便于 而不翻译成所以 你像本文中的这里 这个could be big 有could 翻译成以便于 能够烹饪出一个 做出一个大的 大馅饼 是这么一个目的 咱们看看 R.Kirk教授 举的一组例子 来辨析 究竟该怎么翻译 这两句的类似 咱们看分别该怎么翻译 第一句话说 We paid him immediately so that he left contented 第二句话说 We paid him immediately so that he would leave contented contented 是这个形容词 翻译成心满意足的 在这可以当作 足语的不足语 离开的时候 心里满意的离开了 那么第一句话呢 so后面没有情态动词 直接翻译成所以就好了 我们立刻给了他钱 所以呢 他满意的离开了 这表示一个结果 第二个 我们立刻把钱给他了 以便于他能够满意的离开 这个word出现情态动词了 所以后面翻译成以便于 指目的状语 而不是结果了 这个对比非常明显 一般来说 通过情态动词可以判断 咱们再取一反三呢 看几个例子 再比如说 再看本课书中 在本课的下一句话 就在200页的第11行 最后到底12行 200页 就这句话的下一句 11行最后到底12行 The Pi Committee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transport a dish would be by canal so they insured it for the trip 这个夏儿兵委员会呢 他确定了 最佳的运这个碟子的方法 是通过运河 所以呢 他们这位置的旅程 给他上了保险 这里面这个so 还翻译成所以 因此这是一个结果状语 再比如说 我们看看 在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第57课 256页 第7行最后到第8行 57课256页的 第7行最后到第8行 他说 In the new country He became absorbed in making a new life for the two of us so that he gradually cease to grave 你看这个so 有没有那都算对 没有那点行 有也行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 怎么样呢 他呢 全身贯注于 为我们两个人 开创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呢 他慢慢慢慢 就不再伤心了 在这里面 so that从剧中 没有出现情代动词 反正所以或因此 而不翻译成 以便于了 这是所以 两个例子 咱们再看 表示以便于 表示目的 表示以便于 先看本剧中 本剧中 It had been purchased by a local authority so that an enormous pie could be paid for an annual fare 它是被当地的一个政府买下来的 那么以便于呢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个巨大的馅饼 这里出现了一个could 这以便于 为一个一年一度的一次庙绘 那么再看 在本课书中的另外一个句子 在200页 第23行最后的24行 就在本课中 23行最后到24行 他说 This time they fixed heavy metal clamps to both sides of the dish so that they could fasten the chains 这次 这次他们把非常重的那些金属的一些夹具 一些夹子 那么就固定到了这个碟子的两边 那么以便于呢 他们能够固定住这个铁链子 以便于都could吗 出现清单动作 这以便于之目的 这个非常好判断了 好 再回到剧中 本文中 这从剧中说 so that an enormous pie could be baked 这个could be baked 这个baked是烤 但是在这一番表示 这个备烤 什么叫备烤呢 咱看解释 to cook food in an oven without actual fat or liquid 就干的这种烤 不再加一些油啊 不再加一些什么液体调料酱 就是备烤 一般在烤箱中 一般是烤面包啊 烤饼干呢 这备烤 或者烤土豆啊这种 但烤鸭烤鸡一般不能用它 用备 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种备烤的烤制 什么糕点呢 这个在我们第26号就见过 126月第12号 126月第12号 During a radio program a company of biscuit manufacturers once asked listeners to bake biscuits and send them to their factory 大家还记得吧 在一次广播节目中 一个生产饼干的公司呢 有一回让听众们来烤饼干 然后把他们送到工厂里边来 这烤饼干烤面包 这个备烤 用备烤一起 好 最后本文中说 for annual fair 为当地这一年一度的这么一个fair fair表示这个大型的集市 或者发现庙会 类似于中文中的庙会 咱们看什么叫fair 看一下英文解释 这fair表示 a large public event where goods are bought and sold 一个大型的公共的一个事件 大型的公共的一个事 它干嘛呢 很多商品呢 然后购买和出售 usually from tables which have been special arranged for the event 一般都放在桌子上 而且特别是为这个 这样一个事 而这布置好的这么一个桌子 and where there is often entertainment 并且一般有些娱乐活动 有些什么 什么好玩的东西呀 猜明语呀 什么声光店的一些玩具呀 等等等等 是不是类似于我们中文中说的庙会 在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 一般去地毯呢 去某个地方有庙会 大型骑士庙会 小孩有玩的东西 买东西买好吃的 买好这个便宜的东西 在庙会 是这么一个 一年一度的大型旗 这个庙会 感制出一个大仙儿表 是这么一个来中去卖 好 下句话说 The pie committee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transport a dish would be by canal so they insured it for the trip 这个仙儿平委员会呢 它确定了 最佳的运输这个碟子方法 就是通过canal运河的方式 所以呢 他们给的备动旅行 上了保险了 这个decide 在这注意 不反映成决定 在谢尔平委员会决定 最好的方式 这个决定 这个是不通顺的 这得反映成确定 这也是重要一个知识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知识 就是这个decide的翻译 decide的注意 不一定翻译成决定 而常常可以以为 在考虑之后怎么样 确定了 断定了 或认为 做出自己判断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加拿大引导的 宾遇从据的时候 咱们一般都反映成确定 断定或认为 谢尔平委员会 确定或者断定 最佳方式 是通过运河这个方式 尤其后面加拿大 从据 一般都这么翻译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看52课 236页 第30行最后 到第31行 236页 第30行最后 到第31行 52课 从那以后 这Harry呢 断定 或者确定了 这个小活动 小游戏 他发明的小游戏 可能被证明是 付出太大代价 太昂贵了 对吧 这个断定 做出判断 而不是他决定 决定不同顺 再比如说第57课 256页的第22行 256页的第22行 57课里面 I decided that I must have taken the wrong turning somewhere 我怎么样 我断定 我肯定是在某个地方 拐弯拐错了 不能发现我决定 这个不同顺 我断定 或者我确定 或者我认为 我肯定是在某个地方 拐弯拐错了 弯了 路口拐弯错了 这断定 确定或认为 再比如说 我们看在第58课里面 260页的第12行 到第14行 260页 第12行 第14行 Her first impulse was to go around all the rooms looking for the thieves but then she decided that at her age it might be more prudent 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so she went to fetch the porter from his basement 这个老太太家里 失窃了 门被撬开 东西丢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呢 是在每个房间 走走看 找这个贼 但是转念呢 他认为 或者他确定 他断定 他认为什么呢 在他这个年纪 都80多岁 老太太了 这个找一个人 跟他一块啊 这好像更明智一些 prudent就明智的 神圣的 在这里面 那肯定犯着断定 不能犯着他决定 他断定 或他认为 所以呢 他到地下室 来找这个门房 给他来一块儿 给他来一块儿 来找这个贼 decide 就断定 确定 或者通过考虑之后 认为 做出某个判断 下面我们会认为呢 最佳的运输 这碟子方式 would be by canal 是通过运河 这个方式 这个by 表示某个交通方式的时候 后面一般都不能加贯词 by car 不能说by a car by canal 同样不能说by the canal 是运河 注意注意在后面 so这个so省略了这个that 得翻译成所以了 因为后面没有清单动词嘛 所以他们为这个旅行 给这个馅饼碟子上报价了 好 surely after it was launched the pie committee went to a local inn to celebrate 在这个大碟子下水之后不久 这个委员会呢 就跑到当地的 这个小酒馆里边 去庆祝 就把这碟子放这 就没有理他 没人看着 这里边出现 surely after 在什么什么之后不久 这是个比较重点的搭配 就surely after 或surely before 都行 在什么之前不久 在什么之后不久 都可以用它 在这里面 before和after 既可以当借词 也可以当连词 当借词 后面加名词 当连词 后面跟时间状一层句 都可以 before after是多次性的词 那在本文中呢 当然是after是连词 因为后面 it was launched 跟主位结构 这个层句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先看 surely before 先看当借词的例子 the accident happened surely before midday 在正午之前不久 这个事故发生了 在中午之前不久 surely before midday 这个before 但是是借词 后面加名词了 再看当连词的例子 I saw him surely before he died 在他死之前不久 我见过他 那么before是从居 后面加 这个主位就 he died 你看这before 连词 借词都可以 同样surely after 也是after 当连词 让借词都行 先看当借词的例子 police arrived at scene surely after midnight 在午夜之后不久 那么警察 警方就到了 这个现场了 到现场 at scene 咱们再也先讲过 那同样的这个after 在这儿 是借词来用 后面加名词 再看本句中 当连词来用 本句中 是当连词 那after是 是后面跟从句了 在这个碟子下水之后 不久 这个委员会 就到了当地的小酒馆 去庆祝了 在这里面 是当连词来用 那么还有一个 叫不久之后 这单独使用 后面不用加零词的 surely after words 放在一块 这个副词短语 发现不久之后 就类似soon before long 这个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 surely afterwards surely afterwards 叫不久之后 这个是 咱们见过 再看看第四十课 咱们讲过的 182页 16行中间 到底十七行 182页 16行中间 的十七行 surely afterwards 4 more policemen arrived and remonstrated with the workman 不久之后 又来了四个警察 并且呢 向这个 几个工人 提出抗议 surely afterwards 不久之后 单独使用就好了 好的 之前之后 这个不久 我们还有一个 在什么什么什么 之前之后很久 什么之前很久 什么之后很久 long before or long after but then surely 换成反译词 long 这long注意 在这儿 当然是复词 不是形容词的 同样的 before after 咱们不重复了 既是借词 又是连词 都可以 后面跟名词 加重句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简单 简单例子吧 31课里边 146页 第8行 最后到第9号 146页 第8行 最后到第9号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Dickey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看到了吧 这跟重句了 他 我们大家都把他 叫做嫡机 因为他那些怪癖呢 在他死以前很久 早就很有名了 long before he died 在死以前很久 long在这儿 是一个副词 或者before呢 对for是连词 那我们再看看 第49课里面的一个句子 224页 第5行 最后到第8行 224页 第5行 最后到第8行 第49课里面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for even though 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she persist in living there 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你看这个里面 after当接次来用 是可以的 这个人 他 就我的姑妈了 他跟这栋房子 感情上是难以割舍的 be sentimentally 在情感上与他相连 就感情上难以割舍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呢 这个对他的自己的需求来说 房子是大的太多了 太大的房子了 但是怎么样呢 他坚持 persisting 就坚持 咱们在以前讲过 生死的时候讲过 坚持住在那 在什么呢 在他老公死了之后 很久之后 还是坚持住在这里面 long after 在什么什么之后 这个很久 可以同时记住 好 回到居中 surely after it was launched 这个launch 在这儿 表示使船下水 尤其是 比较新的船 第一次下水 是用的更多 船下水 当然这launch 我们以前见过 也表示发射火箭 发射卫星 这个会推出新的产品 类似嘛 把它弄出去嘛 都可以用它 但船下水也用它 那表示 to put a boat or ship into the water 把这个船 小船或大船 放到水里面 使船下水的意思 比如说 the lifeboat was launched immediately to rescue the four men 这个四个人落水了 那么救成艇 立刻被放入水中 去救他们 去营救这四个人 这个launch叫使下水 在这里面用被动 是对的 然后呢 这个船只缸 这个大碟子缸下水之后呢 这个委员会很高兴 哎呀终于成功了 就到了一个当地的in里面 去celebrate celebrate是庆祝了 这in是什么呢 就是小酒馆 小客栈 这到了第四次后 还会碰到 叫酒馆或客栈 就是表示 a small hotel or pub especially an old one in the countryside 在乡下的一些 小酒馆小客栈 一个小的旅店 和小的 pub 就是一些酒吧了 小酒馆 尤其是在乡下的 在乡下的一些小的 小酒馆小客栈 可以用它 好 这个都以为没什么事 结果这个期间出事了 你看怎么回事 at the same time a number of teenagers climbed onto the dish and held a little party of their own 与此同时 有几个teenager 就十几岁的小年轻 小这个这个孩子 爬到了碟子上面 unto the dish 这个unto分开写了 连写跟分开写 意思一样 都是到什么东西上面 这一定是个借词 或借词端语 unto 连写分写是一样的 并且举行了一个 他们自己的小party 小的聚会 这个party 后面那个剧目的 of their own 咱们不说了 咱们以前说过 叫某人自己的 他们过着自己的 神秘的生活 they live the mysterious lives of their own as well of one's own 某人自己的 然后呢 跳舞 它称不住了 你看 dancing proved to be more than the dish could bear for during the party it capsized and sank in seven feet of water 它说这个跳舞呢 被证明是 碟子无法承受的 因为在这个聚会期间 这碟子翻了 沉入七英尺的水中 这会麻烦了 这碟子进水了 不好 把它弄出来了 dancing proved to be proved to be 咱们不说了 被证明是 被发现是 咱们说过 more than the dish could bear 不要说 比它能承受的要多一些 是碟子无法承受的 这又涉及一个more than 重要搭配 咱们讲过 这是复习 be more than什么什么 我们家can或者could表示 是某人某物 不能或者无法怎么样的 本中是碟子无法 我不能承受的 这个跳舞撑不住了 最后沉了 是什么什么 无法或不能 这个用法 在新更天二册就出现过 咱们复习一下 二册的第78课 是最后一支吗 看这句话 二册第78课 When my old friend Brian urged me to accept the cigarette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当我的老朋友 布莱恩怂恿我 接受一支香烟的时候 我再也忍不住了 这是我无法承受的诱惑 The more than I could bear 我无法承受 这一般过去 所以用的could 就某人无法做模式 无法 这个如何 好 再多看几个例子 The pain is more than I can bear 这个痛苦是我无法忍受的 这个疼痛太疼了 无法忍受 The story is more than I can believe 怎么翻译呢 这个故事我无法相信 太离奇了 无法相信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西湖的美景 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比语言能描述的更多 语言无法描述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 weather turned out to be very good which was more than we could expect 然后我们放在定义从事里面也行 说这个天气呢 也变得非常非常之好了 天气非常之棒 这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 我们以为今天会下大雨的 结果一看万里乌云 这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 more than we could expect 一般过去用的是could 这用的是对的 好 这个碟子就是这么掉到河里了 但关键这碟子怎么打捞出来呢 这个第三段它会详细来说 好第二段跟老师先看到这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